歡迎回到你8月17日 今天是8月18日 今天是星如虹中 為何有人說我領帶 你是否正在看珍姐的影片 因為我前天接受珍姐的訪問 說一下鄧德全案 所以都呼籲大家看一看 另外也要補充提提大家 我們就有這個很快 就是下個星期 就會有這個萬成三個台 即是聯辦的網聚 現在我們Facebook裏面 都接受報名 主要就是 報名的方法 如果你Floom這個報名的話 當然三個台都可以一起報名 報名的方法 即是你PM給我們 你想報名 然後我們就會給你一個Google form 就去簽了 即是你去付錢 你去報名 因為其實我們三台聯辦 就不是我們親自主理 我們有第三者 是幫我們去搞這些事情 他就會收你的錢 即是給你一個帳號碼 然後就要登記你一些資料 那些WhatsApp電話 號碼 好聯絡 其實是八送一湯一飯 是有甜品的 我記得 很豐富 我記得 有八卓蝦 有八卓蝦 其實都很多東西吃的 其實都 希望到其時 萬成的網聚 見到大家 都陸續有朋友 開始報名的 你們三個不同的台 去報名都可以 可以Floom這個報名 我們要給你們一張 Google form 就是這樣 簡單 另外 就是這個 中秋河畔馬拉松 剛才那個 就記得了 下個星期六 很快 希望大家快些報名 另外一個 就是去到下個月底 下個月底來計算 其實如果現在計算 都有一個半月 給大家去訓練 去訓練 我們有這個 叫做中秋河畔馬拉松 倫敦的泰布斯河馬拉松 這個泰布斯河馬拉松 其實都幾 都幾 是不是算很硬 如果大家有跑過馬拉松 就不算很硬 因為其實主要都是 在河畔那裏跑 多數是陸地為主 就是Roll Run 就是跑馬路 不是跑馬路 就是這些行人路 其實都容易跑的 而且我們一起跑 我們的Pacing 現在初定 大概是每個小時 每個小時7K 不是難的 7分鐘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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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難的 可以大家自己訓練一下 其實你跑不到馬拉松的話 也可以跑半馬 這個路線大概是這樣 由Kingston出發 一直去到半馬的Poodley Bridge Poodley Bridge 大概在這裏 21這裏 然後終點 就會去到Pannington 那邊的聖John Church 就是這樣 主要都是沿著整個 貪士河去跑 其實風景都幾好 其實是 倫敦那些 不僅是倫敦 Bridge 倫敦很多橋 其實都非常有特色 很漂亮的 如果整班香港人一起跑 其實都是一件 幾有意義的事 還有這個我們是慈善馬拉松 主要就是我們是籌募經費 就是會給這個在家基金 還有就是這個 細葉融 希望幫到在籌的 在香港在籌人士的家屬 場內外的 我們都希望可以兼顧到 也是一件幾有意思的事 希望大家踴躍一點參與 就算你跑不到也好 其實都可以 就是透過我們的網頁 那個 就是 可以進入 這個 Event Page 那裏 其實都有 這個 捐款網頁 就是你可以支持我們去跑 就是 你看回 Donna Boss這邊 目前來說的捐款人數 就不算很多 大概 我們如果以3萬磅 的目標計算 剛剛好就完成了1% 就不太多 只是大家捐完錢之後 可以在捐款場那裏 可以寫一下你的感想 這些東西 其實 這裏也都有些描述 告訴你 我們大概 活動的簡介 會是怎樣去做 希望大家 勇躍支持 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好了 今天回來 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看到每逢星期五 其實都會更悶 但是今天 沒有了立法會 大家不想再看任何 例會之後 大家沒有了政策討論 所以才會更悶 沒有了政策討論 有很多東西 就石頭爆出來 但是現在就變了 所謂政治的 即是新聞來計 很多人都不想理 要不就了解一些 跟自己民生有關的事情 但是民生發生什麼事 很多時候就石頭爆出來 因為沒有經過社會討論 但是現在主要有 就是 剛剛就是 William Duncan 那邊說的 就是721案裡面 就是 因為暴動罪被判刑的 坐四年半的 程偉明 真的很厚面皮 已經斷了正 都不是厚面皮 應該說他趁這個機會 覺得 你政府出賣了他 不如如死網破 我說他有厚面皮的意思 就是說你憑什麼上訴 你上訴做什麼 這些 你還想怎樣 你都抵回了 你打這麼多人 你那天打了多少人 程偉明 就是上訴 還好意思上訴 他這次上訴 也有型的 因為他是沒有代表律師 是代表他層次 他是就著 7個理由 就是去提出上訴 但是這7個理由 我想都是堆砌出來 彭保琴 今天讀出他7個上訴的理由 譬如 原審法官在處理案件的時候 不公平 法官在考理環境證供上 又不客觀 警方有沒有提交原告的傷者 或者共犯 很多時候被你打完之後 很害怕被你尋仇 當然不敢上庭作弓 你猜那個人好像鄧德全一樣 警方安排 認人手助 不公運 又不正確 有證人拍照 但是他的電話上面 他的電話就沒有去 和這些電腦沒有呈堂 都是那句 現在你今時今日 一個警察社會 黑白得分 你上庭作弓 其實都很害怕的 其實都很大壓力 怕被你尋仇 現在又是大都會 但是重要的說 在移民潮底下 已經是很多證人 就不覺不覺 他只不過是 在警察那裏 下了張口供紙 就已經閃了 其實沒有了那幫證人 那究竟那幫警察 是不是如實地 把所有的口供紙 拿出來呢 這個都是個問題 也就是說 某程度上 如果你不斷 程偉明不斷地說 不公平的話 其實客觀環境 以及現在的政治狀況 也都已經是 益了你那幫白衣人 你想一下 我們都說過很多次 你看蔡玉玲的紀錄片 721晚上6點 鳳遊北街 聚集了的白衣人 說百多人 然後才拘捕你 什麼非天藍 程偉明那七個人 那你還想怎樣 對於你已經作惡作到盡了 你現在是怎樣 有網友 在這裏說 補償不充 簡單來講 安家費不夠 爭取 要加價 可能老婆未收到 要加價 然後再爭取 現在程偉明的態度 就算收了這個 就算收了這個 就算收了安家費 也好 我想都可能會 會遭受一些另類的壓力 因爲他現在 在這個庭上爆大 嚴重 是吧 抹了臉 你見到 彭寶琴 就很認真地讀出那七項理由之後 程偉明都不想理他 他突然間就說 不用爭議裡面 那是誰 那個就是我來的 我是上訴 但是那個就是我來的 不需要爭議 我是小學程度 那個就是我來的 無需爭議 不需要爭議 我是小學程度 不懂說你什麼廢話 他這樣說 無需爭議 那個就是我來的 我只是想說一句說話 我覺得 是政府叫我們去做的 就是這麼簡單 今天不說 沒有機會說的 今天不說 沒有機會說的 沒有機會說的 今天不說 沒有機會說的 就是 就是滅口 我小學程度 不懂說這些 什麼 到這樣的時候 彭寶琴 就走出來 說我一定要停止你了 法庭 其實他在這裏說的時候 不可以說 不可以說 那麼多 我一定要停止你了 法庭 不是讓你發表個人的看法 或者觀感的 其實說真的 他認了那個是他 什麼都不用說 是吧 彭寶琴 說這句說話 他一定要紀錄在案 紀錄在報道 他這樣說的時候 就自保 我覺得他說這句說話 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不要給 那些 整天想 去監察法官 那些什麼 何君堯 那些傻子 在那裏抽稱他 何君堯 都是幫兇 那些傻子 是 韓君堯 拍了 肩膀 握了手 今天你們 是我的英雄 是呀 英雄來的 就是 那些傻子 見到現在 有人爆嚇 的時候 會不會又說 要監察法官 所以彭寶琴說這句說話 很重要 我一定要停止你的 重點是 彭寶琴也是 一個國安法法官 來的 我心裡想 大哥 你不要害死我呀 大哥 是也不要說出來 撐你 你這樣說就算 你這樣說 我都要補一句 我有份 我阻止了你 你要說完你的話 然後我又要說我的話 法庭不是給你 去發表個人觀感的 其實 他發表個人觀感之後 你就可以 close file 你就可以收檔 就不用再審 對不對 彭寶琴 人家只想 講一句說話 講一句真心話出來 因為他今天不講 就沒有機會講 可能他不知道 他今晚之後 食物中毒 或者好像變成 李旺陽 這樣 隨時 香港會不會 被自殺 會不會變成 有第一個李旺陽 走出來被自殺 阿美琳已經說了 現在已經是農曆七月 大家要小心 何議員小心地說 其實我覺得這句說話 我一點都不意外 我意外的就是 喂大哥 你現在過了幾個 七二一 幾多個 現在是八個發白衣人罪成 八個白衣人要坐牢 只有八個人 去頂整個雞頭 你都補水補不足 你安家費都不夠給 究竟吃了幾多鴿 那些傻子 我們還要講 你講的 有幾多人派片 中間有幾多 有沒有人吃鴿 搞到這幫人 代不夠 然後又發爛 石鏡泉 周生 鄧榮耀 那些都不知道去哪裡 這個 我佩服你程衛明 我幫你講完這句說話 我幫你發聲 一定是有人吃鴿 是不是 就是賠得不夠 所以現在才爆大鑊 是不是 誰吃鴿 誰有判頭 現在是 很多人不妥 很多人不滿 做得這些事情 其實是預料的 但是 如果你做得這些事情 第一 你自己有狠狗 是不是 不戴口罩 不戴口罩才被人認出 為什麼 因為有人突拍了肩頭 就是你自己說的那句說話 是政府要我做的 政府要我做 所以我的警察不會拘捕我 是不是 這就是他的觀感 這是很重要的線索 就是因為政府叫我去做的 我不會被人秋後算帳 此其一 第二 為什麼忍了這麼久 不第一次說 因為第一次說 然後 就會跟你說 是不是會有安家費 你現在安家費收不足 被人吃甲棍 吃你甲棍那些 真是吃人肉饅頭的 是啊 像鄧炳強說的 是 Marsalian問 這句說話 會不會幫到 林卓廷之後的 暴動罪 林卓廷是聯合 另外七個人 也對等地 有八個人 被控 暴動罪 而他們說 十月頭 就要準備開審了 這個 這是其中一個 但是我覺得 這個就是 你看看法庭處不處理 他現在的口頭證供 法庭 他有提堂證供 他要過堂的事情 事實的事情 是空辯雙風 大家齊下歸 現在他今時今日 他現在突然間 這個姓程這個人 程偉銘這個人 在庭上爆肚這句說話 如果法庭不接納你 為一個情同證供的話 就沒有意思 彭寶琴這樣說 這個是個人意見 也就是說 很大機會不下 當然是不下 是吧 他現在說 那句說話出來 他原話是怎樣說 如果他不說 就沒有機會出來說 是吧 他最後一句說話 無需爭議 那是我來的 就是說 我覺得 是政府叫我們去做的 我覺得 就是他認 所以別人就說 你個人觀感 個人觀感 就是這些很主觀 這些不可以呈堂的 這些 這個不是法庭 但是 有個人 就可以引證你說的話 那個就是台灣曹總 曹興誠去年就說過 誰 誰 誰 什麼叫我 覺得 是政府叫我去做的 政府就不是主使 如果以台灣曹總的說法來說 去年年中 差不多一年了 九月的時候 德國之星訪問過 他說什麼 他說 他說 中聯辦有人跟他說 我們找一些流民來 公安來 把他們痛打一頓 他們就乖了 那些流民 就是這個人 就是程偉銘 你就是那個流民 程偉銘 你再不說就沒機會說了 不過你要說就說了 我很怕你今晚變成李旺陽 現在就是 這個就是 中聯辦 中聯辦當時誰做主任 中聯辦說的是王志民 王志民 我記得 就是 曹興誠說完這句話之後 他就說 那個記者就問他 那個人是什麼人來的 誰跟你說 你記不記得他當時說什麼 那個人現在都很慘 那個人現在都很慘 就是他現在沒有做 那個人 如果你說說王志民 這個很吻合 我們看看 因為王志民被人 替了冬菇之後 他就回到北京 做圖書館管長之類的 黨史 管黨史 就是那個人 很慘 是不是很慘 我又覺得他慘不完 因為最後制裁沒有他的份 其實 我覺得制裁的範圍裡 他都算是一個流亡之餘 王志民 所以如果說慘的話 又不讓那個 被人打掉門牙 那樣叫什麼 就是中聯辦的副主任 原本是主任 張曉明 張曉明 那些真是慘 那時候 就是說 聖傳 就是說 就是 回北京述職 跟習老闆述職的時候 被習老闆一拳 就在房門牙 掉了 你真是 有件這樣的事 聽聞 有這樣的事 但是他2022年 就已經 去了全國政協局 那裡 都還有一個位置 但是王志民 是在這個黨史館裏面 做這個館長之後 就很快退休 退休 都得以善終 有沒有商規 有沒有去坐牢 如果你說跟其他人不相比的話 那他就算很幸運 王志民 所以政府的意思 你可以說是政府 政府都是配合 但是最主要的主路 其實就是中聯辦 真的有出聲 就是叫元朗的居民 出來保家衛國 保衛家園 那個就叫做 是副主任李繼兒 九龍工作部部長 是的 那個人來的 現在就是 為什麼 現在這個程偉銘 就是政府 他覺得政府 叫我們去做 這個其實就是 主觀不完 是吧 不單止他覺得 很多香港人都覺得 是吧 很多香港人都覺得 很多香港人都覺得 那 即是他這件事 如果你說要說 幫林卓廷 他的威力 都不夠 阿全仔 是吧 全仔 他就真是他自己 在林卓廷身邊 的一個證人 喂 那些國安是混蛋 找他去對 林卓廷 是吧 你對完白衣人不夠 你要對你隔壁的 林卓廷 我們都講過 解釋過 為什麼這樣做 是因為 721之後 722 那個警察記者會 江志祥 在嘔嘔嘔 然後 無端端爆了一句出來 就是說 兩批不同政見的人士 這個就是 寫了在監警會報告那裏 那裏 江永祥 你見到 即是如果你現在 Google search他的話 他亦都升職了 做了 坐正在刑事協助那裏 做主管 所以我現在 就很關注 最後 如果他打算找 荃仔 荃仔走路的話 他找誰做後備 蕭澤宜 在立法會裏 被人問 問到口啞啞 就是說 進入司法程序 就不去說 他不是立法會 他的新聞裏面是立法會 但應該在立法會 沒有人敢問他 但我見到讀媒的報道 就好像說 不是 我見到是 信報的報道 信報的報道 有人問蕭澤宜 他說連回答都不敢回答 骯髒骯髒的事情 是不是 你是否敢否認 我以前都不看他 我按白都說 你這樣說 閃閃縮縮縮 其實你跟認是沒有分別的 事實上 是的 以前說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一向都說 是否都說沒有 動政府 其實如果 你真是老鬱了政府 政府不會比你好 我們經常用 林子健事件 和鄧德全事件 做個比較 你想想 現在那些什麼 現在那些藍絲媒體 我見到有個八婆 好像是那些 驚民聯的人 有個八婆 在那裡說 就說什麼 他就是說 阿全仔就是 釘書建議2.0 他這樣寫 我不介意你這樣說 但是問題 你在說 林子健事件 第二天 是有Fatwire 全真寫 沒有那麼快 即是同一個星期 幾天之後 我記得是很快 跟著全港的明報 那些就跟著一起 一起去跟進 一大家在那裡 根據一個旺角各個不同的閉路電視 就找回林子健的行蹤 全仔這件事爆了多久 就來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都沒有人回應 包括警察 匯豐都沒有人敢回應 全仔甚至乎告訴我 他自己另外有一個 就是那些什麼投資戶口 不知道他多少錢 又是幾十萬 那些人加起來 都幾十萬身家 他很難有錢 又要萬人借錢 是因為你封證他八塊港幣 那些人就說他以前萬人借錢 這些東西 現在每個人都走出來對他 我亦都很坦白說 因為我兩回事 第一兩回事 我也有親戚做地盤 借錢很緊 根本就很正常 三間琴五間虎 他算是有儲蓄那些 不過他有儲蓄都萬人借錢 這些人看得不太順超 現在就是這樣說 又不可以這樣說 你靠喝喝吃吃吃 一定是這樣的 怎樣可以回應 我都想知道 我真的很想知道 蕭澤宜怎樣回應 你不要從我發出 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警隊啊 那些Facebook 在那裡喝喝吃吃 在那裡怎樣報導 鄧炳強啊 又回大陸吃東西啊 一時就在那裡拍那些什麼紀錄片 拍那些什麼警星啊 那些什麼 怎樣捉婆婆過馬路 這麼混蛋啊 國家安全系列 就在那裡笑人吃人肉饅頭 是啊 現在我就覺得 真的 現在是誰被人吃了人血饅頭 這個叫程偉銘 被人吃了人肉饅頭 這件事真的是 真是減生食 不過坦白說 我覺得這些傻子養 是不值得可憐的 你自己狠狗而已 人家跟你說 政府找你打人 你真的會做 我幫你講說話 但我亦都會吊賊你 同時間亦都是 如果你收得足 那些安家費 你現在不用這麼折磨出聲 傻子養 連樣子都不敢露人 現在才懂得戴 現在才知醜嗎 你的程偉銘 現在才懂得戴口罩嗎 不是說還有麥娘的朋友 陳志祥嗎 西瓜佬嗎 唉 這些人 終身被人鄙視 真的說真的 你以為你是保家衛 保家衛國 保衛家園的英雄 閉嘴吧 一個二個納衣 所以我覺得你是活該 現在才說 隨時變 李旺陽 這個人是 程偉銘 你以為他不怕外面 他的家屬 被人尋仇 你叫你老公不要亂說話 你叫你老公不要亂說話 我真的有些 我不知道 擔不擔心他 禍不及妻兒 但是他現在這樣說 一定有風險 但是如果不是 你那些人去到這麼盡 這些壞事做盡 但是又不懂得埋單 又要吃別人人肉饅頭 我覺得真是 共業 你那些人是共業 我又覺得他不抵可憐 但是我覺得 再一個警惕 就是說 人家叫你做些髒髒的事 哪怕是政府 你依附權貴 去做這些仆街的事 你遲早都會報應 包括你非天南這些在內 最慘是林卓廷跟他們陪葬 是啊